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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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 来来来 这儿 这儿 不好了 咱们鞋出事了 你看 这儿 这 这怎么了 这怎么不合格的 说咱们的鞋不合格 不是 真不适合公司和意外 谁先会来呀 哎 喂 来今天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查滕月 怎么了 说什么不合格 你跟寒激素物质超标了 这事你跟紧了 行 我知道了 滕月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刚听说 刚知道你还这么担定 这销量刚有点起色 就出现质量问题 这不是一杆子 给打回原型了吧 不 这就是一杆子 直接给打死了 作为一名投资人 对自己预判的节奏 要有信心和耐心 你师兄我心脏不好 我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滕月的事我正在处理 现在安奈达那边竞争 能打一步了 滕月还入得了他们的眼吗 可别最后 咱们保险白忙活一场 安奈达的节奏没这么快 资金和内部股东沟通问题 也够他们折腾一段时间 我会处理好的 你看这个 市场监督管理局 还没有正式下文 网上就有很多的 不聊言论了 这个 江峰 报告出了吗 出来了 哪个被验出了问题 林本二家算纸钞票 是邪眼 我打听清楚了 市场监督管理局 接到举报 老板已经被当地的 市场监督管理局 处罚了 所以这次查的 不只是咱们腾月 下周一会出一个 统一的新闻公式 下周一 那既然是下周一 才要统一公布新闻 那为什么 现在就有 对咱们腾月 不合格的消息 邪眼 是刘军介绍的供货商吧 刘军赶你 原来她早就失班子了 那网上那些消息 一定是她放出来的 当初咱们就不该 那么轻易饶了她 现在刘军已经不重要了 那咱们怎么办 生产线呢 我已经叫停了 多亏了 我们只生产不到六千数 是我的问题 战红啊 是我经验太前 没有考核好供应上 你别太自责了 谁都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是一波未平 一波有钱 我们腾月到底中什么血 我们现在用两点为了 对咱们的找来 你不太多人 你不太想再来